現在評審們已經做出最後決議 我們先請評審為各位參賽者講評 首先邀請林鴻宇老師為我們講評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鴻宇 那今天很開心看到滿多高中生的活力這樣子 然後其實我也要先誇獎你們一件事情 其實昨天有比大學的團體組 然後那時候比大學的團體組的時候 我跟評審老師就一直有想法說 今天的大部分是高中生你們是有組團一起來比賽嘛 然後其實昨天的團體組你們比較厲害 對 你們的團體組比較厲害 那講到團體就要講一下 就是團體會有一些缺點這樣子 第一個就是你們可能會有兩把吉他 那兩把吉他的時候 如果都是刷扣做同一件事情的時候 就有時候你們容易打架 因為你們拍子可能會不一樣這樣子 然後再加上聽感的感覺的話 其實有一點點重複 所以這個你們可以去參考一下 要不要第二把吉他不要彈一樣的把位 可能是你要夾一定要夾往後也可以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我講一下就是主唱的部分 主唱的部分如果你今天在演唱的時候 你有把一些細節做出來 因為我知道蠻多 蠻多組其實你們的整個的band 整個的balance其實調的蠻好的 但是在主唱的時候 有時候會有一點點要表現 所以有點暴衝 那暴衝的時候其實我們在聽的時候 覺得怎麼那麼突然 就是你的聲音音量 其實會在你的整個的balance的前面 所以我們在聽的時候 其實會有一點點緊張 就是如果是這個部分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你在唱歌的時候 尤其副歌的時候 不要突然暴衝這樣 其實你前面都表現很好 副歌突然爆掉會扣分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我覺得有幾組就是 你們的一些對點或對拍 我覺得都蠻好的 然後再來就是 今天有keyboard對不對 有一些人彈keyboard對不對 然後我會蠻建議就是keyboard 不要再彈主旋律這件事情 因為你們已經有人唱了 所以你們盡量想辦法 看有沒有辦法是用補的 補一些高把位的和弦這樣就好了 因為這樣有時候 我聽到keyboard的主旋律 然後vocal的主旋律 然後兩個一起唱的時候 會有點打架 其實聽起來是會這樣子 那以上是我的一些小小建議 然後大家加油 謝謝 謝謝林洪宇老師的講評 接下來讓我們邀請 沈曉青老師為我們講評 嗨 好 嗨大家好 我是曉青 然後這邊分享一些我今天的 聽到的東西 然後首先我覺得很開心 看到大家來比賽 然後尤其是你們現在才幾歲 六十七十八歲 我覺得你們現在就是已經有組團練團 然後好好的練習 然後並起來比賽 我覺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然後也看到很多外縣市的同學來比賽 像後面是苗栗高中嗎 你一起穿制服來超可愛的 就是很開心可以看到大家一起來比賽 那尤其還有看到就是爸爸媽媽們也有來 然後我覺得就是同學喜歡音樂 然後也有人願意支持 我覺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覺得很棒 然後今天的大家演唱氛圍大概分個兩個 就是一個是個人一個是團體 那團體比較多嘛 我先講團體 就跟剛剛洪宇老師講的一樣 我覺得大家不要做一樣的事情 你們要盡量發揮 讓一加一可以等於二甚至大於二的精神 就是大家要分工合作 負責不同的頻率 負責不同的工作 然後重點是你們要一起完成 就是你們要一起在這個歌曲裡面 一起在這個拍子這個律動裡面 你們才會是一個很完整很好看的表演 那個人的話比較多是自己一個人來彈唱 那我覺得彈唱的部分 你必須要先把你的伴奏練好 就是你可以不用分心的去看說 欸我等一下要移到哪裡 這樣你才可以更有更能夠專心的去管你的唱歌 你想要表達的東西 好然後對我看一下 我剛剛起了很多小鈔 然後就是我剛剛說那個不要看的原因 是因為你就是因為你彈唱 你麥克風一定是假買假 它是固定的 然後你一看的時候你就會這樣子 然後又回來然後唱歌 然後這樣子其實聽的感覺就會忽遠忽近 然後會蠻影響聽的感受 然後再來因為我是主唱嘛 我分享一些關於Vocal的觀點 那我覺得Vocal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唱得讓別人聽得懂 那唱得讓別人聽得懂的意思 可能就是指你的咬字 也就是說你唱得清不清楚 那我覺得今天比較多觀察到的是 你們可能禁歌的第一句 應該說這一句的前幾個字都禁得很好 唱得很OK 然後就到尾巴的時候 你們可能會想要想 你們可能腦袋在想說 喔我下一句要唱什麼 但反而就忽略掉了尾巴 就是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有一點可惜 然後今天也有觀察到蠻多同學 尤其是女生 比較喜歡用很多的氣音唱歌 我覺得沒有不好 我覺得就是每個唱歌的方式 我覺得都沒有錯 就你不要受傷 你不要不舒服就好了 可是你如果用很多氣音的時候 你的音準會比較容易飄 所以你如果是氣音比較多的同學 你真的要好好的注意 然後可以回去看你的回放 或是你平常在家練習的時候 都可以錄音起來聽這樣 好 然後最後就是講那麼多 還是就是覺得你們今天真的很棒 然後我覺得除了晉級啊得獎之外 我覺得更重要的是你們在這個階段 能夠獲得這樣的經驗 我覺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陳曉晴老師的講評 接下來讓我們邀請蔡迅陽老師為我們講評 嗨 大家好 我是迅陽 然後很開心看到這麼多同學 喜歡音樂 喜歡吉他 那我從樂手的角度來和大家分享一些 在樂手在舞台上需要注意的事情 那今天有蠻多 因為大家應該都是可能是吉他社 把社團所以認識的一些夥伴 那吉他社可能都會是 大家會請那些比較不彈吉他同學去打卡紅 但事實上在一個樂團裡面最重要的 穩固一個音樂的基底的其實就是鼓手 那鼓手的拍子穩不穩就會決定大家的結構能不能很穩固 所以你們可能在各自對各自的樂器都還沒有掌握得很熟悉的時候 你們會太專注在彈自己的樂器上面 但事實上上了舞台以後 包括這些監聽音響要怎麼設置 事實上你是應該要很清楚聽到你的夥伴在做什麼 而不是很清楚聽到自己的樂器的聲音 所以平常你們在練習的時候 當然鼓手、卡紅、負責卡紅的同學 一定要對著節拍器練習 這是必備的 那幾下同學也要練習 把自己的東西練好以後 在正式大家一起演奏的時候 你必須要專注的聽在鼓手上面 當大家有一個基準點可以對齊的時候 即使你們的速度沒有辦法做到非常非常的穩定 大家也是在同一個基準點上面 那整體聽起來就還是會是整齊的 所以這是比較大的編制 就是樂手比較多的情況下 你可以這樣子參考 那比較少的時候呢 就是例如說你可能只有一兩把吉他 我覺得怎麼樣分配你的頻率就很重要 或是分配你右手彈的東西 像一開始吉他社可能會學一些簡單的指法或刷法 但是你可以去思考一個點就是 你並不一定要照著那些參考的指法或刷法來編排你的吉他 今天如果你演唱的東西 它是字數比較多的 然後旋律比較密集的 你可以選擇用刷的或是比較寬的方式來當作你的基底 那如果說今天呢 你的唱的音都是比較長的話呢 你吉他就可以用一些比較細碎的分散和弦 讓伴奏跟你的演唱可以互相做一個對應 那他們音樂整體聽起來就會比較完整 所以可能高中同學對於編曲的概念還沒有辦法很完整 但是可以從這些點上面去做參考 然後慢慢提升自己的音樂的豐富的程度 演唱的部分前面兩位老師是專業 但是我也想建議每一位歌手就是 今天我們比較容易聽得出來 你們平常都是喜歡聽什麼樣的音樂 或是可能固定是聽某幾位歌手的歌 那你可能不知不覺中就會被影響在你的咬字 或者是語氣 或者是你尾音收的方式都會很像你的偶像 所以我通常還是會建議同學在聽音樂上面 不要太偏實 就是不要挑實 只挑一兩種音樂來聽 盡量廣泛的多聽一些東西 然後你會慢慢找到自己喜歡的風格 跟屬於自己的聲音 那未來你也會有自己的路線 這樣子 好 謝謝 謝謝蔡馨洋老師的講評 感謝各位老師的講評 接下來公布高中演唱組入圍的有 勢力成功中學 李信翰 林奇薇 鍾永俊 劉敏龍 王亮升 帶來的很幼稚媽 勢力欲達高中 周林芳 帶來的我沒錯 Not my fault 勢力華岡易小 郭佑康 帶來的把音量轉校 國立主動高中 鄭家蓁 古芸菸 帶來的香味 勢力景美女中 唐永旭 張品涵 劉柔君 陳嘉玲 李承軒 帶來的討厭 恭喜以上同學 請以上所有入圍的同學 與評審老師至台上合影 請入圍者盡快至台上 與評審老師做合影 請入圍iz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入围同学依工作人员指示下台 并到询问处领取决赛区之 有需要查看成绩的参赛者 我们已经将出赛评语 集入为名单张贴于简陆处旁 提醒参赛者不要私下带走 此外 赤仙奖将在出赛结束后 举办YouTube人气奖比赛 获得最高观看次数的组别 将会获得海国乐器所提供的 AppNets Advanced Augusti型号 AAD100民谣吉他 入围决赛的同学到时候记得关注粉丝专业 下一个组别 高中演奏组将会在下午5点开始 请大家不要忘记回到会场 为我们的参赛者加油打气 请不吝点赛者加油打气